人声鼎沸的美国职棒大联盟联赛现场 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 正向着国家连胜记录发起最后挑战 带着全队期望 星爵缓缓走向了打击区 在总比分被追平的情况下 运动家队再一次实现惊天打逆转 可又有谁会相信 几个月前他们还只是一群 被廉价买过来的杂派球员 而这一功劳都要归功于坐在场外的这个男人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励志运动电影点球成金 大家好 这里是网地一项电影 男人名叫比利 是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的经理 又一个赛季结束后 比利所率领的球队并未取得预期佳击 而在下一个赛季开始前 球队所倚仗的三名主力球员 又被其他俱乐部高架挖走 这让本就难以前进的球队 更加雪上加霜 为了维持球队周转 比利曾试着向老板讨要资金 意图用相同的办法交易来顶级球员 结果却被老板无情拒绝 要钱没有 事情还得照做 比利属实头疼的哑批 3800万资金 对战1亿2000万资金 怎么赢 做梦赢吗 可要向球队取得好成绩 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没办法 比利只能开会寻求意见 而所谓的球队管理层也不过是一帮即将退休的老头 长得秀气 可以考虑 亏棒姿势优美 不错不错 这便是老年团给出的参考建议 他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有激情 这样挑选球员的方式 让比利听后不有一阵头大 显然 想靠这群老头搞定此事是没希望了 此时的球队 无论在人员还是资金配备 无疑都处于下三流之列 但比利不敢放弃 即便如此 他还是选择再拼一把 没球员就去买球员 没赞助就去拉赞助 利于空闲时间 比利商谈了多家俱乐部 一番拉扯谈判 终于让他有所收获 可就在双方准备拟合同之际 却被卖家的一个胖子缴了局 比利积极败坏 找上对方质问原因 了解之后才得知 胖子名叫皮特 是这家俱乐部的助理小白 目前主作球员分析工作 在与比利私下交谈时 他准确反映了业内存在的问题 许多经理人都认为 只要买到好球员 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然而事实却往往相反 明星球员确实存在一些能力价值 但若只靠这点能力 球队的短板很快就会显露出来 所以如何组建团队 才是赢得比赛的关键所在 哪怕组建的是一支杂盘军 只要优势被发掘出来 同样能有奇效 皮特的一番话让比利受以为浅 一夜思索过后 比利最终把皮特挖了过来 因为只有他看到对方理论上的天赋 事实证明 比利是对的 皮特刚到公司报到的第一天 就送给他一份大礼 整整51份球员数据分析名单 不仅有着各项数值的精准判定 而且他还将球队如何晋级和得分方式 全部用数学概念计算出来 皮特坚信 这群被埋没的遗弃球员一定会有浦玉藏在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还便宜 正好解决了运转资金不足的问题 针对这个大胆想法 比利决定试一试 讨论会上 听着比利找的都是些问题球员 管理层的老头们终于坐不住了 纷纷指责比利就是在乱搞 如果能靠数据赢得比赛 那还不如去买呱呱乐挣钱来的实在 但这一次比利态度坚决 表明不是在和他们商量 只是通知一声 比利和皮特率先找上手臂有伤的星爵 打算让他放弃投手位 转位成一类防守员 只要能上类得分就证明他还有价值 正愁没球打的星爵 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即便自己不会打这个位置 他也会不惜余力从头再来 伤病是阻挠运动员前行的最大障碍 但只要有一丝机会 他们仍会选择负伤前行直至巅峰 没有多久 一支伤残杂拍球队 终于被比利组建完成 然而 球队教练却怎么也看不上他们 时不迟就会找点麻烦 再以各种理由去批判球员 比利没有过多考虑这些问题 毕竟 球队磨合还不到一周 相信后续潜力一定可以发掘出来 每当烦门之际 比利都会来到前妻家看望女儿 前妻嫁给了一个富豪 那种尴尬氛围简直难以言表 好在小女儿非常贴心懂事 总能让比利焦躁的心安静下来 听着女儿温暖的歌声 比利的记忆也不由被迁回高中时期 那时的她是如此耀眼 五项全能超明星球员 顶心被名牌球队挖走 天才一词就像是为她两身而造 为了取得更好成绩 她放弃了去斯坦福大学进修的机会 专注于参加各大棒球赛事 结果却始终没能打出好成绩 半辈子碌碌无为 也让比利失去了对未来的向往 她此前之所以选择重用匹特 便是认可了那套理论 明星球员真的不是万能的 2002年4月1日 新一届MLB联赛正式开赛 比利带着这支不被所有人看好的杂牌军 低调亮相赛场 开赛前些 比利离开了观众席 这是她十几年来养成的习惯 不好的职业生涯让比利觉得会给球队带来厄运 然而事实也并非全队 因为运动家队还是输掉了比赛 而且输得非常拉眼睛 差那间各种负面舆论开始席卷运动家队 连带嘲笑的还有比利 所有人都认为她是脑子瓦塌了 才会组建这种伤残球队 好似为了证实嘲讽 之后球队一路连败 最让比利气愤的是 球队明明输了球 球员们却好似什么事都没有一样 还在更衣间里放根狂嗨 这一刻比利终于忍不住了 事后 比利与皮特总结发现 问题竟然全出在球队教练身上 因为他并没有按照要求排兵不振 上场球员都是教练自己喜欢的人选 既然选择颠覆性的创新 那就是时候该展现雷利手段了 比利一股脑把教练喜欢的球员全部卖掉 为了证明不是在和对方开玩笑 还当着教练面开除他最喜欢的球员 然后交易来自己中一的人选 这下教练算是彻底傻了眼 为了不背负罪名影响跳槽 教练只得暂时妥协 至于球员磨合问题 则由比利亲自出面调解 一番操作下来 球队终于完成大换血 重新上阵 没想到这一招伏地抽薪 真的出了奇迹 运动家队一举夺得七连胜 球队氛围越来越好 球员们也越打越兴奋 球员一直作妖的教练 也被外界媒体评为最大功臣 比利和皮特没有就此停手 依旧大力挖掘具有潜力的一气球员 一时间 球队的凝聚力可谓达到了顶点 连胜记录还在继续 12连胜 那些质疑开始消失不见 14连胜 成为西部赛区积分守卫 17连胜 这是棒球联盟自1953之后 最长连胜记录 运动家队一路到19连胜 仅差一场 他们便能再度创造奇迹 打平美国联盟最高连胜记录 而比利也在女儿的鼓励下 少有的出现在了观众席上 这一场胜利对球队非常重要 绝不想 比利正巧看到球员失利场面 仿佛魔咒仍旧笼罩于此 稍作犹豫 比利还是离开了球场 对手比分越追越近 关键时刻 教练决定孤注一掷 将最后一次得分机会交给了星爵 伴随现场万千球迷的呐喊声 星爵缓缓走进了打击区 这一次 他将作为击球手出战 此时的比利则在场外焦躁守候 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想夺得这场胜利 星爵没有让他失望 一记拳雷达直接燃爆全场 运动家队成功了 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 二十连胜的旗帜被球迷们挂起 也许这才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吧 享受过胜利的喜悦后 比利没有放松下来 因为他明白如果球队没能夺冠 那么之前所做一切也将毫无意义 然而 命运却再次和他开了个玩笑 运动家队以西部冠军的身份进入淘汰赛 结果第一场比赛就被禁敌击败 而比利依靠数据赢球的方式 则再次引来外界质疑 所有人都认为实战技巧才是赢球的关键 依赖于玩弄一堆数字游戏 终究成不了大器 不过 总有明白人能看出其中的门路 一块钱买五个苹果 和五块钱买一个苹果的价值 那些经理人还是分得清的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可能 这才是运作一个球队的顶级理解 新赛季开始前 名牌球队红袜队意图挖走比利 1200万的合约确实令人眼红 但比利选择了拒绝 这种感觉就像他年轻时一样 非常梦幻 却又非常现实 失败且不甘的滋味困扰了他许久 所以比利发过誓再也不会为钱办事 帮助运动家队夺冠 以及不让女儿失望 才是他接下来最需要办的事情 皮特明白比利的苦衷 当初不惜拉下连去找老板要钱 根本原因还是为了球队着想 虽然这个赛季球队失败了 但他们创造的数据理论 却从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 20连胜便是最好的诠释 打破常规突破传统 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 两年后 波士顿红袜队采取了运动家队的 数据理论运营方式 并成功打破魔咒 再次夺得世界大赛冠军 至于比利则继续坚守在奥克兰 为之后赛季的每一场比赛而奋斗 点球成金上用于2011年 由奥斯卡无面之王布拉德·皮特 影视大咖乔纳希尔等领先出演 因为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所以结局并不是好莱坞式的皆大欢喜 但不可否认 这依然是一部难得的励志影片 不煽情不作作 哪怕是对棒球不善了解 也会被感动的比酸泪勇 热血沸腾 冷静与理智相融合 让人事后有充足回味的空间 非常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